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乎的先知哈巴谷 这世界上的苦难和问题 一度让先知哈巴谷陷入了极度的忧郁和悲伤之中 可是当这种绝望苦难甚至惧怕到忧郁 在这种过程当中 哈巴谷最大的转变 就是要转移到原本对环境的惧怕 开始对上帝的敬畏的时候 整个心境就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和转变 因为在经文三章二节 哈巴谷书他曾经说 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 名声又可以翻译成言语 也就是说当哈巴谷先知听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他就对上帝产生一种敬畏之心 在哈巴谷书三章十六节也说 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 身体占惊 嘴唇发战 骨中朽烂 我在所立之处 占惊 意思是说对上帝的这种惧怕和敬畏之心 也因为有对上帝的惧怕和敬畏之心 同样是三章后面的十八节 他才能够很大声的宣告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唤醒 因救我的神喜乐 这种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当一个人的疑惑 他的生命从环境转移到对上帝 寻求上帝的时候 他就看见这位与人立约的神 这一位慈爱的公义的神 他的信实和能力 是永远不会离弃那些要寻求他的人 那么以下我们就来思想 这位先知如何跟神的对话 我们对哈巴谷的背景的理解 其实经文琢磨不多 但是唯一比较确认的 就是他应当是在南国时代背景的人 而且是在南国末年时代的人 那么我们说先知跟上帝的对话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在第一章有提到 一次两次的对话 前后先知问了五次 上帝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哈巴谷书的第一章第三节 你为什么让我看见罪你 你为什么看着坚恶而不理呢 还有第一章十三节 为什么你静默不语呢 为什么你不说话呢 上帝啊 你为什么没有让我们感受到 你有什么作为呢 这就是哈巴谷 在那里一直问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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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先知处于南国犹大的末年 刚才有说 大约是在祖前的就是公元的第七世纪末 他的国家呢 南国面临到内忧外患 内忧就是国家社会罪恶的问题 纷扰不安 恶人围困义人 而且我们看到外患 外患也来了 就是新巴比伦帝国的兴起 新巴比伦帝国我们知道 最残暴的一个王 就叫做尼布加尼撒 甚至于打仗的风声 都已经传到了尤打南国 我们看到 先知问了一些问题 当然上帝后来又给他回答 而上帝不仅回答他 也宣告了 说这个残暴的民族 我会给他们审判 所以在哈巴谷书第二章 先知就领受了上帝的信息 宣告了 迦勒底人五次的灾祸 祸灾祸灾祸灾 一个恶人 如何跟公义的神对抗 我们看到 后面先知哈巴谷就宣告 偶像 怎么能够跟真神相比呢 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候 无人可以招架得住 这些抢夺的人 有一天也会被抢夺 这些贪不义之财的人 他们的财富也会被人家夺取 甚至于这些财富也会起来作证 控告 这些都是所谓的不义之财 同样的拜偶像的人 他们所拜的偶像也是枉然的 先知哈巴谷就宣告说 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 全地的人都当在他的面前 肃静静默 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 意思就是 上帝仍然掌权 无论环境如何 无论问题多大 上帝没有离弃他的百姓 上帝仍然会有他公义的判决 所以全地的人都好像在聆听法庭宣判一样的 上帝在他的圣殿 在他的法庭中宣判 大家都要安静的听 当然 我们要认识他 必须要谈到哈巴谷书的第三章 因为那是个非常重要的一章 可是第三章的基础 是在第二章的第四节 因为当哈巴谷获得上帝给他的启示 末式 圣经上说叫做意向vision 上帝对他说 迦勒底人 至高至大 心不正直 唯义人 因信得生 因此 他不仅获得第二章的启示 他得到二章四节的这句话 成为第三章祷告的基础 这个应许 是哈巴谷刚才说过 从忧郁阴霾中 慢慢的走出 而成为他第三章 很重要欢呼祷告的基础 这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一个环境再怎么样的困难 处境再怎么样的艰难 信赖上帝的人 上帝绝对不会忘记他 不会丢弃他 所以就成为哈巴谷 在第三章 欢呼赞美 那么第三章 他的欢呼赞美有三个要点 我们要来试想 上帝曾经做过什么 上帝曾经带领以色列人 在历史上曾经有很大的一些的 奇妙的工作 所以他说 耶和华 求你在这些年间来复兴你的作为 在这些年间写明出来 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 所以先知就开始祷告了 而且第三章很重要 先知用什么方式来祷告 用唱歌的方式来祷告 所以换句话说 原本是非常的忧闷 一个绝望的环境 看到处境是让他没有希望的一个先知 可是到第三章他开始唱歌 他开始思想到 是的 上帝可以复兴我们 请记得 一人因信得生 这个两个字 得生这两个字 跟神啊 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 这个复兴跟得生 原文同一个字 如果他看见 上帝跟他建立一个非常亲密 又同行的关系的时候 神一定会帮助他 从死亡的阴影中再一次的存活 从绝望中 谷底中再一次的爬起来 而这也是先知欢呼神 在神发怒的时候 他相信他仍然会怜悯他的子民 所以 这位先知也起来 不仅回顾的历史上 上帝怎么样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 为他的百姓征战 然后 当他出来的时候 许多周围的国家 没有一个无不占经的 因为上帝 出来的时候 昏天暗地 闪电雷轰 三崩地裂 在哈巴古第三章的描述里面 你都可以发现到 因此 当我们把焦点聚焦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神仍然会彰显他的作为 古今中外 古往今来 上帝并没有因此 他的能力而所减 他要为他的百姓征战 他要践踏敌人 他要胜过一切所有敌人 好像洪水泛滥一般 上帝仍然坐着为王 所以在这里描述许多的江河 上帝践踏江河 洋海 人民 百姓 势力众多 如潮水般的涌来 可是上帝都能够一一的散叛他们 因此我们说 当上帝来到的时候 连日头月亮都不敢露脸 经文告诉我们 所以哈巴谷开始那种信心 好像爆发出来的时候 就是用赞美 有时候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 也是如此 在绝望的时候 哈巴谷就唱出了希望之歌 他说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望 葡萄树不结果 甘兰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的羊 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唤醒 引救我的神喜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祂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我们看到 原来环境可能还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但是心境改变 可能战乱会来 可能一些的经济的问题会来 可是上帝仍然保守他的子民 仍然使他的子民可以因信而得胜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真实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 而不是环境 甚至不是你的感觉 有时候我们感觉真的很不好 有时候我们的环境真的是很不好 但是信心 真实的信心 是建立在上帝能够 仍然是上帝的这件事情上 所以当哈巴虎看到 虽然环境没有改变 他要因耶和华开始欢心 开始喜乐 甚至于上帝要使他的脚快如母鹿的蹄 意思是 精神还有他的动作是轻巧的 是稳行在高处的 稳行在高处很有意思 最后我们要说 其实他的原文 这个稳行在高处 又可以翻译为 践踏在敌人的背上 意思是说原来是失败的 可是现在是得胜的 原来脚步是沉重的 现在是轻快的 原来是忧郁的 现在是欢呼的 但愿我们也是如此 让我们把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痛苦 焦点转移到上帝身上 在神凡事都能 愿神祝福您 下回再见